动感客区少不了我们的动感家庭,而每个家庭成员要融为一体,才能成为真正的赢家。 在高空接水球的比赛中,参赛家庭十分抓狂。 脆弱的水球由高空抛出,到底谁能接住呢?接住了,水球会不会破呢? 哎呀,曹天叔叔,这关比赛也太难了吧。 在神州冲浪下接水球的黄队爸爸东晓亮和绿队爸爸卢华东,真是有点浑身有劲使用处的感觉。 神州冲浪速度太快,让他们始料未必,水球从波浪的高处抛出抛街,还是在低处抛出抛街,这可真是有不耐商量的。 眼球的水球从高空抛出,一次次与爸爸市值交比,参赛家庭这个奇运。 神州冲浪的地赛,探紧家庭区一出时出浑身邂说。 看着它在处理,我们准备点出了神州冲浪的精神。 话这ility之后,我们这日是在宝 Wilson上下手的。 还在那前置时,我都想哭! 看着我看着, 说,我们都想哭! 完蛋的时候我就发现,低处扔,很近,但是没人接触,关心没有,反而是在高速的时候。 但是后来,我还会一个人往后,把涛头方越慢,他应免,然后再轻一跳。 好,看來不及管理,低度太快來不及,所以高所人是追求的,你們家的家庭也不敢扔,那就是個人的利益了,哪你都不敢扔。 兩個家庭的爸爸來看一下你們接了多少,各接了一個人嗎?好接嗎?不好接,他沒扔幾多,他沒扔幾多,扔不出來嗎? 好,你看,第二組接球隊員,還可以想爸爸嗎?為什麼不是爸爸?因為我太害怕了。你接球怎麼樣?沒運氣,有什麼學招嗎? 這樣也可以跟對組分享一下。好,第二組,預備,起動! 第二組參加比賽的藍隊張熙遠家庭和本隊無天輸家庭,扔水球的,接著水球的,只是忙得不易了,現場一片混戰。 在一起,開始做到了,你可以開始做了。 這個主題的藍隊的藍隊的藍隊,你呢? 還是,你呢? 這有在一起,你呢? 這有在一起,你呢? 還有一般,你呢? 這有在一起,你呢? 這有在一起,那種很難的藍隊的藍隊的藍隊。 你呢? 十一,你呢? 你呢? 多以下,你呢? 沒有在一起,你呢? 我呢? 我呢? 你呢? 我呢? 我呢? 中文字幕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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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